你说你老是跟着我干什么呢 谁跟谁啊 我跟你吗 我前脚刚出门 你后脚你就是吧 我要跟着儿子呢 回去过节知道不 他不是不让我们回去吗 非要回去 这个节呢 是吧 没什么好过的 没什么好过的你来过 你来去什么 你回什么 哎呦你想躲清静是吧 真的是 是儿子想回去 不是说我想回去 知道没有 你问一下他 宝贝宝贝 他呢是吧 一直一直想着就说 回老家回老家的对吧 然后的话呢 我没办法呀 那我只能就说 带着带着他回去 那你就跟着我们干嘛了 你跟着我干嘛了 你呢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知道没有 你看这个旁边 就就就有一个摩的 然后的话呢 你要不你就让他打你回去得了 这个这个路费呀 这个车费什么的 我跟你去吧 怎么样 啊 你说你跟着我回去干嘛呢 你跟着我回去没什么好玩的呀 是吧 你跟着我回去又没人给你 就说什么好脸色 你去过了吗 没有给我好脸色怎么样呢 是我不给他们好脸色 知道吗 没有人就说要你给什么好脸色 那就是了 我也没说要看谁好脸色 我们现在在善良的事情是 我现在马上要进站了 然后的话呢是把儿子呢 跟着我回去 你想不想回老家 你跟妈妈还是跟爸爸 啊 你跟谁 好你跟妈妈 你们现在你们两个人坐车啊 回回回回家去 我用你安排我回哪儿吗 哈 你不在这里已经不嫌逗人是吗 你非要狩猎才行是不 非要别人看到你狩猎才行是不 你那个心才满足是吗 有什么丢人的啊 我不怕 我不做亏心事 我什么我都不怕 是吧 你看 在这个地方公共场合 我也不怕 知道没有啊 我跟你说 你呢 现在立马可以回去 还来得及 知道没有 我再说一遍 不要来安排我 我手就忍不住想打人了 好好 那你你回去过节 是吧 你说你过节有什么意义呢 过节不就是吃顿饭了 你就搞事呀 搞什么事情 你帮我搞什么事情 你带你一回去 我跟你说 我妈 你也知道是吧 他跟你呢 有矛盾了 所以呢 那他把干完一本事 然后我爸 你还清了他的钱 没有还 这个东西 哎呦 你们全家的欠我的钱 都不好意思了 是不是 我欠条钱怎么了 我就不还怎么了 你你你 你不怕就说他找你换钱啊 我不怕呀 那我刚好 哥正好跟你说是吧 那你还欠我的张地盘 也没有 也没有给完给我啊 你是没给我呗 怎么还没给完 你那一份给你的呀 你说的算呀 怎么没有还完啊 我不就欠你那千块吗 你出我的张地盘里扣呗 对不对 那你要这样子说 你又又不讲道理了 对吧 我又跟你说过了 我我差点 我就被你连累 后面呢 他奶奶他爷爷说是吧 反正呢带孙子回来一下 可以 小九月呢 就不要回来了 小九月呢 是吧 回来只会惹大家不开心 我再说最后一遍 我重复最后一遍 我去哪是我的自由 好 你的自由 你们没有给钱给我 我没必要听你们安排 你们不想看见我 你们就赶紧滚蛋搬家 那你回家 我们到时候过节什么的 你要不要给我们一个桌子吃饭啊 哎呦吃怎么样啊 你可以不做我那份啊 吃怎么样呢 把我赶走呗 我就要吃怎么了 村里面呢 可没有就说 市里面那么好的条件啊 村里面没有外卖的 没有没有 没有宵夜的 我呢经常吃外卖啊 我有小弟在送外卖给我 这么简单啊 我在那个家住了那么多年啊 每次我吃外卖呢 都是别人送进来给我的 你也知道的啊 我不用你送 还有的话呢 你回家 我也说过了 没没住的地方了呀 那个祖国是属于我的 你知道没有啊 你看我住不住 你看你真的不玩 是我真的不离 那意思说 回去我又要跟我爸住一起了 那肯定啊 这个东西是不是很爽 马上要进站了啊 你现在呢 你立马回去 我儿子呢 喝着 他打我 不跟你啦 你打我干嘛 再多说一句 我说过你这样嘴巴说那么废话 知道不 我说什么废话了 我就说马上要进站了 我说你你你 是啊马上要进站了 你快点回家吧 看家去吧 你可以回家了 知道没啊 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 跟你呢永远聊不到一起去 好吧 但是呢 在那儿走 回村 在那儿走 回村里面不能丢作是吧 惹我爸妈啊 就这样子 你才惹我就惹